中国儿童基金会中东和北非地区主管卡布拉尔在这一天公布了一个让人心痛的数据 这也让人们再次关注到了这样一群饱受战火蹂躏的孩子 详细的情况请周围告诉大家 好的 夏蕾 卡布拉尔早些时候对叙利亚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昨天她表示叙利亚因战争所遭受的毁坏前所未有 儿童状况尤为糟糕 大约每六个小时就有一名儿童丧生或者是受重伤 而此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也显示 对于叙利亚儿童而言 2016年是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全年至少有652名儿童丧生 比前一年增加了25% 有超过850名儿童被证为童子军 这个数字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255名儿童在上学的途中或者就是在教室里遇难或者是严重受伤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认识一下 这一群在叙利亚战火当中的孩子 视频节选在纪录片 《瓦塔尼,我的故乡》 《瓦塔尼,我的癪》 电影中エ最大了 《瓦塔尼,我的迪迦》 《瓦塔尼,我的ốicules》 sarà知道 может不思 Eat 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 我和父母 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 我和母母 我和母母 这些孩子们需要面对的 叙利亚战乱六年 孩子们本该充满了幸福与欢笑的童年 毫无亮色 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当中 弥漫的硝烟和对死亡的恐惧 自2011年3月15号 叙利亚街头的反政府示威 升级成了武装冲突之后 叙利亚这个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就此陷入了连年的战乱 六年之后的这一天 冲突仍在继续 昨天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不同地区 遭到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第一起自杀式袭击 发生在当地时间15号下午 一名袭击者身着军服 携弹武器进入大马士革一法院 他将武器交给安检人员 在等待进一步检查时 突然闯入法院大厅 并引爆身上所穿的炸弹背心 奇迹发生后不久 当地区即被训练 有些人被刺激了 他们被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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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并不认为 我们将冲突我们的父亲和父亲 我们会订阅他们,我们会订阅他们